這個練習我們操作如何透過CAMSOL APP來設計一個可以直接把CAD讀進來進行CAE的模擬 如同最後我們會設計這樣一個畫面 那我們這邊會加入一個檔案載入就是來讀取CAD的檔名 然後我們畫這個變更幾何就可以把我們所需要的幾何載入 那目前這個設計在CAMSOL能夠讀進CAD的檔案都可以全部把它匯進來 那在這個影片的學習重點裡面我們會學習到如何先告資料廠的日傳和檔案 然後如何透過錄製操作的步驟把方法截取下來 那如何我們進行把這個方法進行編寫 緊接著我們就叫大家來如何操作CAMSOL這個檔案 那首先我們先開啟一個新增的檔案 那如同我們一般CAMSOL的操作我們選擇模型精靈 這邊我們CAD的載入是選擇是3D的 那我們很快速的我們選擇一個結構力學 那這個固體力學新增 那顏色上這個CAD我們沒有要進行什麼樣的計算 我們這邊就可以點選完成進入CAMSOL的操作的一個畫面 緊接著我們在集合的地方我們先設定一個這個檔案載入的操作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這個CAMSOL的檔案 我們把它儲存為一個APP格式的CAMSOL檔案 那我們這邊就用TEST這個檔名 那由原來CAMSOL的MPH檔會轉成CAMSOL APP的檔案 首先進入到這一個簡易操作的模型 那因為我們這個翻譯裡面沒有設定任何參數 所以這邊沒有參數可以設定 我們直接來選擇我們要繪圖的一些按鈕 我們就選擇這個繪圖幾何 就會出現這個繪圖幾何的一個Button 然後我們要顯示圖形畫介面顯示這個幾何先進來 基本上這個是一個非常簡單的APP操作的一個介面 那我們只要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點選右下角這個確定 即進入到APP主視窗的一個操作情形 那首先我們教大家如何進行這個資料場有關於日串還有黨名的一個宣告 首先我們進來這個地方會有表單事件資料場方法資料等等的一個可以設定的地方 我們首先選擇這個資料場點選右鍵 我們選擇在存量地方有一個日串 日串的這個名稱我們可以把它變更寫成 我們寫成CADNAME 然後一樣資料場點選右鍵 我們選擇檔案 我們選擇檔案 我們就先告了一個日串的名稱是CADNAME 然後一個檔案的一個資料名稱是FIR1 緊接著教大家如何 你針對在COMZO一些作動作 你如何把他的動作位置替成一個方法 那首先我們點選在方法 編成這個地方按下去 這邊有一個記錄碼 只要點選這個記錄碼就可以編 方法名稱你可以自行變更那這邊 我們請做操作所以這個Messor1的名稱我們也不去變更 緊接著他會出現一個紅色框框 那紅色框框你所進行的動作都會被錄製在這個Messor裡面 那這邊我們要做的就是針對這個集合部分 我們點選載入 那這邊我們點選瀏覽 那這邊我們任意先選擇任意CAT的檔案 然後直接按開啟載入 我們這邊的動作主要是 透過這樣的一個設定 那假如這好的之後我們就停止這個記錄方法 那我們回歸到這個表單編輯的這個地方 在Messor地方就會出現Messor1那你快速點兩下 就會出現這個 所有這個把檔案匯入 的一個動作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 進行這個方法的一個編修 那在之前我們必須 在這個Fone的名稱我們要 加入一些新的物件 那我們先把這個幾何之雙做一個適當的調整 把這個畫圖拉到右下角 那在插入物件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 第一個我們先插入這個檔案載入 這一個物件可以讓我們去找到我們想要的一個 在你的電腦 資料擠當中任何 可以被看守讀進來的一個CAD的檔案 順勢 他這邊 所先告的一個資料是來自我們剛才有設定一個這個File 1的一個資料 點選之後按 使用為來源 緊接著我們再插入一個輸入場 那我們可以 用滑鼠的優件來拖移適當的大小跟位置 同樣的他資料場是來自我們 剛才所先告的一個日串 當使用為資料來源 緊接著我們在這一個 Message的地方我們要做進行一些細部的修改 一樣點兩下 那我們可以透過一些Java遺法的設定 我們把 這行日串不要經過Copy的動作 然後把這個CADNAME這一個日串把它 變更 好那這樣子進行 這個檔案匯入來Message 1的一個修改 Message 1 接下來我們再回歸到這個File 1的地方 我們必須把這個Project Amity 這個Button 我們必須把 再加入一個 把這個Message 1這個把它 點進來 那我們希望這個Message 1會進行動作 之後 完之後再 繪圖 基本上整個這樣子的一個 設定 大致完成 那我們可以 點選這個 測試應用 這個即是我們完成一個非常簡單 把 CAD的檔案匯入 到一個App的 幾何視窗裡面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瀏覽 那我們就畫 選擇這個是一個Event的檔案 IPT檔 然後 按個開啟 緊接著把 這一整串的 把它做個複製 Ctrl C 在Ctrl V Test到 這個地方 然後按這個 Project Amity 可以完成CAD的檔案的 匯入 那我們在匯入一個 Sallywalk的檔案 這是一台 車子的檔案 典型兩架 那同樣的步驟我們在 把這邊 做一個Copy的動作 然後 再貼上 再變更這個集合 還是 :「看起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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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